你好,我是张力云,隔一天写一篇文章,分享我的经验和观察,希望能给你一些提发和帮助。 这是第九十三篇文章。 都山,玉芙蓉红色系,是独裕老坑独有的色系,被称为中国的北在灯光下会呈现出半透明或类透明的特质。 往往与冰白,绿白色相搬成矿,二八少女红粉佳人,这是红毒与最好的比喻,纯的芙蓉色难遇难求。 半生中的红粉色则是一位红粉佳人,如意从桃花,默默含情,娇嫩绽瓣,浓有浓的叶,但有淡的娇,浓妆但相抹总相宜。 青春中不是妩媚,妩媚中欲含风情,欣赏之鱼总能使人心生喜悦,甜蜜之情由然而生。 一,红毒山玉人时,毒山玉历来以多色多彩而闻名,红色毒玉一般于油青,绿白,乳白或墨黑香半生,在多色的香半英寸中,更有一种妖娆的极致美。 二,清凉的红毒山玉手镯,粉红,白,绿,三色组成的艺术手镯,这颜热的夏日增加了一抹清凉。 白跟绿的大胎比较常见,而白丽之中的一抹粉红,一下子就让清凉之中多了点娇羞,就像美女脸上的红韵。 三,富贵牡丹花红毒山玉手镯,手镯中的极品,手镯在毒山玉中不算大件, 但是在红毒山镯子就是精品了,你见过富贵牡丹花盛开的镯子上吗? 我见到的第一眼就被惊艳到。 四,大褐色的红毒山玉手镯,更褐色的红毒玉,在透水的粉色中略带鲜麦色,通体颜色一致,在梦幻般的淡然中带着一种纯美。 五,达摩兽图红毒山玉巧调作品,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始祖,形象庄严肃目。 这件作品是一件以红色为主的多色巧调作品,达摩兽图用色有些另类,把红色放在达摩的主体上,既要点戏句话的味道,又寓意着它的骄傲。 你看它神态骄傲又不耐烦,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,小徒儿去利用一罐黑色巧调而成,唯唯诺诺一副寿教领命的模样。 一件题材严肃的作品,在大胆的用色中有了趣味。 这五件毒山玉作品以桌子为主,所属的红色各不相同,把红毒山玉的颜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在各种的红色元素中,展现着自己独有的美色,红毒山玉达摩兽图,又用一种另类的雕刻题材,戏去画了玉雕作品。 这也表达了玉雕作品,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向,跟着御师王家张老师的文字,走进楚风汉域的南洋毒山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